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点,固体辅料 固体辅料顾名思义呢,这个辅料是固体形式的啊,固体形式的 那么这个固体形式的辅料呢,主要的是有米,麦麸 那么我们呢,在炮制的时候还有土炒啊,土,隔粉,沙,花石粉 那么辅料作为固体辅料使用的,还有白饭啊,豆腐啊,等等 我们先来看一看米 米呢,它作为辅料使用,用的是大米或者是糯米啊,米的杏味是干瓶的 能够补中益气,能够健庇,合胃,除烦,止咳,能够止泄力 但是用米炒的药物,其中有一类是昆虫类的药物,像斑毛,红娘子 那么这个药物本身的功效跟米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我们在米炒的时候呢,主要是利用米,它这种炒制的温度,使它部分的 毒性成分,斑毛素,易于升华,又不致焦化,来降低毒性 此外用米炒的香气,较就较味 那么还可以呢,利用米呢,在炒制的过程中间的温度比较适中,防止药物焦化 第三个还可以利用米炒的时候颜色的变化,来判断泡制的终点 这是米炒昆虫类的药物 那么米还炒制有食物药,党参 那么它,米炒党参,是利用了米的功效,协同增强,健脾止血的作用 健脾止血的作用,这是米 我们来看麦夫 麦夫是性味肝胆,能够合中一脾 与药物共治,能够缓和造性,能够增强疗效 那么麦夫在炒制的时候,实际上呢,是利用麦夫的烟气来凶制药物 我这说的是炒制 而麦夫既可以用于麦夫炒,也可以用于麦夫微 因为麦夫还能够吸附油炙 可以用于微炙的时候的辅料呢,来吸附油炙 就是增强止血的作用 增强止血的作用 这个就是说麦夫有吸附油炙的功能 可以用于麦夫炒,也可以用于麦夫微 只不过呢,麦夫微,麦夫炒,它的用量不同 操作方法呢,也有所不同 那么目的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在讲这个炒制方法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再看一下 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白帆 白帆是性味酸寒的一个药物,它能够解毒,去痰杀虫,收尸造尸 那么收敛造尸,还可以防腐 在用白帆作为固体辅料炮制的时候,主要是用于防止腐烂 还可以用于降低毒性,增强疗效 那么像这个白帆炮制这个半夏呀,天南星啊 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一个呢,如果是出现白末,可能会腐烂的时候呢,加入白帆可以防腐 那么用白帆炮制可以降低毒性,还可以增强疗效啊,增强疗效 这是白帆炮制 第四个,我们来看一下豆腐 豆腐是一个食品 那么作为辅料来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用于它比较强的沉淀和吸服作用 跟药物共同炮制,可以降低毒性,可以去除污物 也就是像珍珠 如果是作为装饰品使用过的珍珠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既然是作为这个项链使用过的珍珠啊 它叫花珠 那么它可能会有油垢 我们可以利用呢,豆腐的吸附功能呢,把油垢给它吸附过去 这样呢,可以洁净药物 对于有毒的中药 藤黄啊,硫磺啊,用豆腐煮制,可以降低毒性 降低毒性 这都是介绍的固体辅料 我们下面的这几个固体辅料呢 要让大家注意一下 你像这个土 在炮制上面呢,我们常用的是造星土 也叫芙蓉干 也叫芙蓉干 那么有些地方也有黄土啊,红土啊,赤石纸啊 也有用的,但是最好的土应该是芙蓉干 也就是造星土 造星土,它是为新温的,能够温中和为止血色畅止蟹的 不管是土炒什么样的药物,它都可以增强的是呢 补皮止蟹的作用 比如说,土炒白竹,土炒山药,土炒当归,土炒白勺 那么这些药物经过土炒,都可以增强补皮止蟹的作用 那么这个增强的补皮止蟹作用 是利用土的协同的作用来达到增强疗效的目的的 此外,土在这里边还是一个中间传热体 我们利用土的温度来炒制药物 所以这个土的用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因为药物要在土的中间来炒制 它是既有中间传热体作用,又有协同增强疗效的作用 那么隔粉,第六点,我们来看隔粉 隔粉炒的主要是胶类药材像额胶 那么隔粉在这里边所起的作用呢,也是两点 既有中间传热体作用,又有协同增效的作用 因为隔粉呢,它是能够性微咸团的 能够清热,沥湿,化痰,软煎 那么隔壳呢,用隔粉炒制以后呢 一个可以搅就搅味,可以使脂地酥脆,容易粉碎 此外呢,还可以利用隔粉的功效 协同增强,清热,化痰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隔粉炒制 隔粉在中所起的作用呢,有两点 一个是中间传热体作用 一个是结酮作用 协同增效的作用 我们来看第七个,合砂 合砂,我们在药用的时候 我指的是,作为辅料使用的时候呢 用的是洁净的中粗合砂 合砂在这里边是个单纯的中间传热体作用 它本身是没有药效的 所以也没有协同作用 它是一个单纯的中间传热体作用 那么在这里面,那么砂的用量 只要能埋没药物就可以了 那么由于砂子 它的温度,在砂炒的时候 温度比较高 可以使药物受热均匀 对于纸地坚硬的药物来说呢 可以通过砂炒 是纸地酥脆容易粉碎 那么这是利用它的中间传热体作用来达到的 我们主要呢 利用的它的温度高 传热快 受热均匀的这样一个特性 使坚硬的药物 经过砂炒以后呢 纸地松碎 易于粉碎 利于坚触药成分 来达到提高疗效的作用 那么这个纸地坚硬的药物呢 包括植物药 你比如说像马前瓷 那么也包括了动物药 像这个硅板呢 憋甲呀 都可以用沙炒的方法呢 来进行泡制 来达到呢 使址地发生改变 增强疗效的目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啊 那么像这个憋甲呀 它沙炒以后呢 还要粗脆 还可以搅修搅胃啊 增强疗效 好我们来看第八点 花石粉 中药泡制用花石粉呢 可以用于炒中药 比如说花石粉烫炒 花石粉炒 那么这个花石粉炒 花石粉烫炒 指的是一个泡制方法 两种说法 此外呢 还可以用花石粉来煨 比如说花石粉煨肉豆扣 那么花石粉炒 花石粉煨 它的辅料用量 泡制的作用啊 它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在后面呢 大家会看到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下 花石粉炒呢 它主要是用于 烫炒的是 韧性大的动物类药材 那么这些韧性大的 动物类药材呢 跟这个花石粉的 清热呀 力小便的作用呀 没有任何的关系 虽然花石粉是一个中药 按说是可以起到 这个血同增效的作用的 但是由于韧性大的 动物类药材呢 它们本身的功效 那么像水质的刺维皮啊 等等啊 这些药物的功效呢 和花石粉没有关系 所以花石粉在炒药的时候 重要的呢 起的是中间传热体作用 而血同作用 基本上是没有的 它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第四章中药炮制的分类 以及辅料呢 给大家介绍完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